不少人去购买沐浴清洁产品 会选择有抗菌成分 感觉洗起来比较干净 不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日前就宣布 因为动物实验发现有致癌的风险 一年后将要禁止业者 使用19种抗菌成分的化学物质 而至于台湾会不会跟进 还要再讨论 为了卫生及健康 不少人饭前都会使用抗菌肥皂 或洗手乳洗手 避免把细菌给吃下肚 不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日前宣布 一年后将禁用19种沐浴 清洁产品中的抗菌成分 其中使用最广的三氯沙及三氯卡斑 目前我国仍准许使用 我们每天洗手次数那么多 而且你每次都用抗菌的一些产品来洗手 就是不知不觉中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抗腰性细菌 这样就没有必要的 国内毒物科医师表示 三氯沙及三氯卡斑都是抗菌剂 因此被广泛用于清洁用品及化妆品当中 包括我国欧盟美国及加拿大等地区 都准许化妆品限量使用0.3% 不过近年来医界认为有安全疑虑 因为动物实验发现 这两种抗菌剂可能会干扰搞酮素 雌激素及甲状腺荷尔蒙等 人类接触后恐怕会影响生殖能力 性早熟甚至有致癌风险 所以美国FDA才会宣布禁用 石药署继续收集这些抗菌剂成分的安全性资料 以及国际建议对抗菌剂成分的管理规范 然后征选国内的专家学者的意见 评估是否要进一步的修正 石药署强调会先了解美国禁令的细节 近期内会召开学者专家会议讨论是否跟进 而专家则是建议民众 只要选择一般的肥皂 吸手乳 沐浴乳即可 不必刻意购买抗菌产品 一样能达到清洁效果 记者赖水美临之间台报道